新西兰政府宣布 自边境重新开放以来 已经有超过6000名海外医护工作者 加入到了新西兰的医疗工作队伍中 支付成千上万的签证费用来到新西兰 却立即遭到解雇 目前至少有100名中国移民工人面临这一困境 新西兰中旅的标志性产品 无与伦比的日本之旅开放预定 今年11月跟随中旅的脚步 一起踏入五彩斑斓的日本秋季之旅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三三玻璃琴 我是Clarence 张梦华 好久不见 今天是2023年的7月4号星期二 喜欢发布一些里程碑数字的新西兰政府 今天再次公布了一组数字 那就是海外医护人员的人数 移民部长Angelo Lito今天宣布 已经有超过6300名海外的医护工作者 通过雇主担保工签以及绿名单等方式 加入到了新西兰的医疗工作队伍中 这其中就包括2500名护士 以及2300多名 从事老年护理残疾人护理和个人护理行业的工作者 Lito表示这些数据表明 在全球医护工作者短缺的时期 新西兰的移民政策是有助于吸引更多海外医护工作者来到这里 加强我们的卫生系统的 同时最近的一份经合组织的报告 将新西兰评为全球吸引高技能工作者的第一名 这使得新西兰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就具有优势 此外还有800人获得了医疗相关的雇主担保工签的批准 但是还没有来到新西兰 尽管如此 仅在过去的一年中 就有超过5000名新西兰的护士 在澳大利亚的卫生监管机构注册 所以来的多走的也多 这就造成了现在医护人员仍然不够的局面 雇主担保工签是始于去年的7月 本来是接在简化流程 然后会要求雇佣海外工人的这种公司 提供证明文件 证明他们是良好的移民雇主 减少雇主对移民的剥削 看上去是帮助减少剥削的 然而还是会发生这种签证滥用的行为 自去年9月以来 移民局已经收到了694起 与雇主担保工签相关的投诉 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奥克兰地区 目前至少有100名来自中国的移民工人 在支付了数千甚至上万纽币的签证费用之后 在抵达新西兰后没有工作 或者是不久后就被雇主解雇了 他们之中不少人的经历都是相同的 那就是先向中国国内的一些 劳务输出公司支付工作签证的费用 然后在抵达新西兰后 要不就是自己的签证雇主 没有给自己任何的这种工作 要么就是干一个月 或者最多三个月就遭到解雇 解雇的原因也是大同小异 比如说不符合公司的标准 或者做的不够好 或者目前暂时没活 再或者就是三个月试用期结束之后 就遭到解雇等等 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 而丢掉了工作 但是还是很多人是遭遇到了 比如说一个公司利用试用期三个月 这样的理由来一直钻空 获取廉价的劳动力 骗取一批又一批的海外工人来到新西兰 目前新西兰移民局 中国住新大使馆 以及几个社区服务团体 都是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事件 移民局表示他们已经了解了 与签证相关的欺诈和滥用的指控 并且正在调查此事 与此同时他们的目标是每年检查15%的 已经经过认证的雇主 但从今年4月开始至今只检查了257家雇主 约占全国总数的1% 中国大使馆是敦促复新务工人员 在找工作之前 先调查新西兰的市场需求 雇主的背景 并且仔细的评估风险 通过有执照的劳务输出代理申请签证等等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国内想要来到新西兰工作的同胞 一定不要轻信那种什么不用努力就可以掉馅饼那种谣言 还是要判断自身的条件评估风险 并且加强防范意识 自从边境重开之后 不仅是海外找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了 出镜游也是被按下了重启键 日本是一直受到国际游客 包括新西兰游客的追捧 新西兰的中旅无与伦比的日本之旅 带领众多的新西兰华人和洋人 感受了东营秀丽的景色和独特的文化 中旅的行程设计 线路安排以及服务接待 也给众多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无与伦比的日本之旅 成了新西兰中旅的标志性产品 现在中旅今年的无与伦比的日本之旅 已经是开放预定了 11月5号出发 12天逛遍东京、大阪、京都等地 全城都是在星级酒店住宿 这样的一个日本秋日之旅 只需要5998牛币 如果您想徜徉在标志性的东京街道 或者迷醉在五彩缤纷的落叶秋景当中 那就不要错过 马上与新西兰中旅取得联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三三玻璃琴 我是Clarence 明天见